神啊,我献上的到底够不够多呢? 朋友平安,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耶利米书第六章 耶利米先知出生在以色列最小的汴阳米之派 而他现在正忙着呼吁变亚敏之派的同胞们 快快逃离耶路撒冷 因为审判已经濒临沉下了 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六章 变亚敏人啊,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 在提戈亚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好奇 因为有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张望 那秀美娇嫩的喜安女子,我必剪除 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 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 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 哀哉,日以见邪,晚饮脱长了 起来吧,我们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竹垒攻打耶路撒冷 这就是那该伐的城,其中竟是欺压 仅怎样涌出水来,这城也照样涌出二来 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 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与你生疏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 敌人必掳进以色列剩下的民 如同摘进葡萄一样 你要像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 回手放在筐子里 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 使他们听呢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离,不能听见 看啊,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 难以寒忍 我要亲在街中的孩童 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 联夫待妻,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 都必被擒拿 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 都必转归别人 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 都一味地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 他们清清乎乎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平安了,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 不然,他们毫不惭愧 也不知羞耻 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 他们必至跌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 说,要听绞声 他们却说,我们不听 列果啊,因此你们当听 惠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弟啊,当听 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 至于我的训回 他们也厌弃了 从世八出的乳香 从远方出的昌仆 奉来给我有何意呢 你们的烦祭不蒙悦纳 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 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旗上 灵社与朋友也都灭亡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被激动 从地己来到 他们拿弓和枪 性情残忍,不失怜悯 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碰轰 西安城啊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 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 手就发软 痛苦将我们抓住 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 也不要行在路上 因似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我明娜 应当腰树麻布 滚在灰中 你要悲伤 如丧独生子 痛痛哭嚎 因为灭命的 要忽然临到我们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 为保障 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是极悲逆的 往来缠绑人 他们是铜 是铁 都行坏事 风香吹火 千倍烧毁 他们恋而又恋 终是突然 因为恶劣的 还未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 被弃的银渣 因为耶和华 已经弃掉他们 天父对百姓说 从世八处的乳香 从远方处的昌仆 奉来给我有何意呢 你们的烦祭 不蒙悦纳 你们的平安祭 我也不喜悦 这是因为 天父看得见 他们的心 天父要的 从来都不是 这些表面的行为 而是百姓们 真心回转 亲爱的朋友 你的服饰做得够好吗 你的奉献给得够多吗 其实这些真的都不是最最最重要的 相信天父今天要特别鼓励你 你的依靠才是最珍贵的 因为天父真正悦纳的是你的爱 是你全然信靠的心哦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悦纳我的心 并且保守我 不单只有行为上的付出 而是发自内心的 一生都与你同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又美好的一天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